大家好,我是世世,今年我34岁,现在在乎知名师生活,在一个外国公司当助理。 大家每个星期都在做什么呢?工作忙不忙?生活累不累?我呢? 我每个星期上午天半,从星期一到星期五,上午8点到下午4点。 城市的交通特别总体,每天都有堵车,所以我总是起床很早,6点就要起来。 每天早上,我常常跑步半个小时,然后回家准备上班。 我还打算每星期一三五,早上学习打网球。 多多锻炼,对身体更好。 记点班,我出去上班。 我很少在家吃早饭。 到公司的路上,有很多饭馆,我可以在那儿吃早饭。 当一个助理,每天工作特别忙。 有时候在公司工作,有时候在外边见客户,然后请他们吃饭或者喝咖啡。 我也常常去印度、河内、香港出差。 对我来说,这个工作很有意思。 下班以后,我会回家做晚饭。 每天六点,每天六点,就是晚饭。 然后,我开始学习汉语。 星期二、四往上,从七点半到九点半。 每个星期上两次网课,每次两个多小时。 我觉得,上网课对我们非常方便。 不用去外边,可以在家用电脑也能上课。 又节约实践,又舒服。 也许,这是人们越来越喜欢上网课的原因吧。 我特别喜欢学汉语,已经学了五个月了。 每天我常常练习一个小时,有时候翻翻译,有时候听听课文。 老师跟我们说,多练习不但帮我们可以记得更久,而且还进步得更快。 但是,我最近工作比较忙,没有太多时间练习。 虽然喜欢上网课学习,但是我还希望有一天,能跟老师和同学们见见面,一起吃饭,一起喝咖啡,一起聊天,还能去出汉语。 那时候一定很有意思。 哪天没有汉语课,我喜欢在家,上网,看经文,或者听音乐。 我爸妈跟我的女儿,现在在病毒省生活。 那个地方,离乎之明是120公里。 我很想他们,每天都是便聊上几个小时。 有空,我还跟朋友去外面吃饭。 每天晚上10点半,我常常睡觉。 但是有时候工作很忙,或者做夜太多,11点到12点,我才睡觉。 周末没有重要的工作,我会回老家,看我爸妈和女儿。 我真喜欢那个时间,可以在他们旁边一起说话,一起吃饭,还有跟女儿开玩笑。 他们真是我最爱的人,虽然在城市生活条件特别好,能上班挣钱,能结交新朋友,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,还能过上高等生活水平。 但是我还希望有时间,我会回老家生活,每天不用早起辩驳,不用离开家庭。 为了尽早实现这个愿望,现在我还要多努力为自己加油。